哈家拳這個內功拳的力度變化 就是說他打拳的時候 力是向內收的 這個吞吐功為什麼向內收呢 就等於你們打一支槍 你向前打的時候 力是全部向後撞的 哈家拳是練這些的 那麼直套拳又在練什麼呢 其實他每轉一個 每轉一個下手 這樣拉直的時候 是將印帶向內拉 向內拉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我說什麼 如果你練內功 我想請問你 一條水喉向前走的力 向前走的力 是一個順向力 但是我們玩的 內家拳的 螳螂那些就是後轉力 亦都叫前師力 向後前師的力 那就是一個對拉力 永遠在身體內對拉的時候 產生很強大的變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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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